用文字和声音来传递不一样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松轩家的轩童 今天改变一部由陈凯歌指导 十数年来一直遭受争议的玄幻电影《无极》 此片剧情混乱无序,对话苍白来人 登场人物各个精神错乱,情节矛盾,自打自恋 唯独画面唯美尚可利用 将其重新剪接,改变剧情重置对话 或许可以画烂片为神奇,也未尝可吃 在座土黄色的高岗上 望着山下狭长的马蹄形山谷 大将军光明信心满满地对身旁的一名奴隶主道 你带了多少人来 一共132个,保管各个身体结实 以后他们就归大人调遣了 奴隶主一脸谄媚地应和着 光明的脸色慢慢地变得阴能起来道 你现在就带着他们下去吧 奴隶主堆笑道 我就不必了吧 小的以后还要替大人办事 话音未落 大将军早将一大包铜壁扔了过去 立声道 快些去 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山下的焦土 山谷中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 奴隶昆仑不安地环顾着四周 他的感觉上来很敏锐 以至于每一次身陷死地时 都可以绝处逢生 昆仑将耳朵紧贴地面 仔细地倾听了一会儿 突然面色大变 高声叫道 快跑 随即一把拉过身旁的奴隶主 向前奔去 须语 半听不远处 传来滚滚牛鸣之声 那声音来得好快 有过片刻 但局山谷轰鸣 大地震产 城间上万只野牛 早已来到了近前 男人作战 算来先放野兽 当敌人被冲垮后 在顺势攻杀 可没想到 这次首当其冲的 却是一百多名奴隶 更要命的是 这是一条环形山坳 当牛群跟随着奴隶们 绕了半圈后 边疆顺着原路返回 这将对两万蛮人 造成灭顶之灾 昆仑背着主人 在牛群中快速爬行着 作为一名奴隶 他没有资格站直地走路 耳听的同伴们 撕心裂肺的哀嚎 紧急之下 昆仑抽身 向山崖爬去 但听山顶有人喊道 不许上山 给我滚回去向前跑 万箭齐发 早将上山之路封死 却听身后奴隶主 连声尖叫 似乎早被射中 昆仑无奈 只得富有退回 被激怒的野牛 恨不得一下将眼前的人类穿死 一排排尖锐的牛角 已然贴上了昆仑的身体 生与死 只在喘息之间 昆仑双瞳惯血 猛然一声长笑 身体不自主地拔地而起 如飞腾一般 向前急冲而去 但竟滚滚沉烟 遮挡了他的身影 没一会儿 便带着千万野牛大军 冲出了蛮人队伍之中 这一战毫无悬念 光明以三千铁下 近斩蛮人两万颗头颅 不败的神话将再次被续写 他毫无顾虑地享受着鲜花与荣耀 他光明大将军 本就是为此而生 没有人能够阻挡他胜利的脚步 他辉煌的命运早已注定 昆仑将主人的尸体放好 长了块花草 茂盛的襄阳山脊埋了 正出神间 就见大将军走来 面了微笑道 小子 告诉我 你为何跑得那么快 见昆仑错愕 于是继续道 你主人已经死了 以后 你可愿意认我做主吗 昆仑硕硕地问道 跟着你 可能吃得饱 光明长笑一声道 大块的肉 够吃吗 昆仑已经跟在了光明的身后 以后 他只会为大将军奔跑 仪式为奴 终身认主 这便是一名奴隶的宿命 忽文有探马来报 京都遇袭 北京吴欢大将军 率军包围了王城 当今天子发照 命光明带军回京 火速秦王 光明从心底便没瞧得起 吴欢将军 他深知 以自己今日之威望 只要在皇城出现 便可威震三军 足够令吴欢俯首 以解京士之威 于是点派军马之后 自己率昆仑当先杀回 二人马快 过有半日 却将部队甩开 显知一所密林处 只见荒草丛生 淹没了道路 却不知该走向何处 光明是以昆仑前去探路 自己则下马略走歇息 便在此时 呼绝林中 红光一闪 似有何物 在快速传响 一浪之间 只觉身后响起思议 便听一女子声音道 将近只带一名奴隶 前往都城 面对无数万精锐 难道你真的 便如此自信吗 光明击回头时 却见身前 站着一位艳丽女子 看那神态 却甚是华贵 与三分雍容之间 又七分仙气 于是傲然道 我光明百战百胜 放眼天下 但凡七尺男儿之躯 哪个不为我马首是瞻 无欢只不过一宿边之王 我若灭他 只在挥手之间而已 那仙子却道 这也未必 或许在以前上课 然而如今 与气数早已截然不同 光明不以为然道 我刚刚斩杀两万蛮人 有力不是奇功 气势正当如指中天 你却说我气数已尽 真乃笑谈 仙子立个接口道 那是你最后一声 自此之后 鲜花与盔甲 与你无缘 你若不信 我便与你赌上一局 就赌你此次秦王的结果说何 光明挺凶道 如此最好 我自当救王脱险 再厉投攻 仙子缓缓摇头 脏身飘起道 你救不了王 每个人的命运 自在结束之中 生前早已不好 又怎能改变 光明脸露狂怒之色道 命运由我主 岂由天安排 你休耳啰嗦 忽然 丹卷眼前一花 空间似乎如水波一般 急剧晃动了一下 依稀淡见皇城之上 国王正手持长剑 砍向了王后 屋顶的角色夹里 慌忙躲闪 却自屋檐处 滑落下去 便在此时 一把利剑飞来 正中国王心口 随起 光明头戴金盔 身披金甲 跨赤兔马 由远而至 光明心下俱阵 再想看时 那仙子 早已收了法力道 你所看到的 便是无极中的景象 你救不了王 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 待到鲜花和盔甲 都丢弃之时 你未看到 自己的一滴伤心之泪 这 便是无极 女子的身影 渐渐虚幻 终于消失在林间 光明回味良久 不禁哑然 她纵横天下十余年 又怎能轻信 神仙鬼怪 这等虚妄之言呢 突然 一道黑影极掠而下 白刃闪过 冷气森染 光明芒将身一侧 顺势拔剑在手 这次 身前却占了一个黑袍怪人 那人一击不中 也不达化 身形飘忽 富有刺来 光明芒举荐 可那人 可那人却找到了他身后 身法之快 如鬼似昧 光明被捕 却已中了一刀 举腾之下 身体扑得倒了 黑刺客 正欲取他性命 却闻昆仑的声音传来 主人 我找到路途了 就在左前方 咦 你又是谁 黑袍人 冷冷地看着昆仑 拾起了落在地上的金盔后 方才道 奴隶 把盔甲交给我 然后远远地给我滚开 或许还能活命 可昆仑却将头盔 牢牢地抱在了怀中 主人之物 愿是砍了他的头 他也不会交出的 黑袍人 突得将身一纵 早已来到昆仑身边 正待抢夺 却意外地发现 眼前的奴隶不见了 这人一跃之下 竟要不在自己之下 他不由心生好奇 再次扑去 昆仑情之性命攸关 拼了全力躲闪跳跃 快速惊鸿闪电 连续躲开对方的杀手 黑袍人忽然定住身行道 你是雪国人 你又怎能成为的奴隶 昆仑面露困色道 我 我没听说过雪国人 黑人一声长叹 脸色屈哭道 你是我族人 我不杀你 你自小心 莫要胡乱送了性命 言罢 也不见他如何动作 身体却抖得消失了 光明一日之间 连狱两桩怪事 特别刚刚中了刀伤 险些丧命 着实另起胆寒 简单包扎后 吩咐昆仑道 我如今身体不变 你穿了我盔甲 骑了我战马 代我入京秦王 继亡之后 不要露出真容 速速归来见我 你可明白 昆仑领命 自去惊世不提 却说皇城之内 北京公爵无欢 早安排数万大军 包围了内城 老国王与年轻的王后 只能归宿一城头 但听老王道 无欢 你为了一个女人 竟敢冒天下之逆 这又何苦呢 只要你跟我谈 我便早把她赏赐给你了 话音未落 却听王后道 堂堂一国之君 只能如此下作 你若以天下为己任 任贤疏小 使得国泰民安 人心所向 无欢那贼子 又怎敢作乱 即便她有此心 她所率军队 又怎能跟她犯血 而天下英雄 又怎能容得于她 你二人一样的轻薄奸命 正所谓 有其君 便有其臣 如若痴迷不悟 便是这锦绣河山 也不会长久了 微风吹过 王妃的衣带青阳 便宛如那天边的仙子 倾国倾城 如仙如画 光眼见王妃当众羞辱自己 不用恼羞成怒 多地将佩剑抽出鹤岛 大胆妖妇 竟敢辱王 我这便斩了你 这一剑 却端得无情 王妃躲闪间 那还站立得稳 早已滑下了屋顶 无欢眼见美人遇险 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喊了句 切莫伤他 即便住口 便在此时 宫门之外 一匹赤红巨马 呼啸而至 马上那人身躯高大 金盔金甲 直如天神一般 那人眼见情势危急 早将手中长剑 抛射而出 那剑挂着风雷之声 带着万人之怒 直穿国王胸膛 皇城下几万士兵 均张大了嘴巴 突然变得极其安静 只能听到 裂风划空的声响 清城王妃 自高空摔落 轻巧巧地跌落 于那位将军的怀中 便如落叶入土一般 紧紧地融合了 金盔将军 拨转马头 一声呼哨 赤兔马扬起四踢 绝成而走 但见那一抹金红 瞬间便消失在城边 空中只留下 清城王妃 那淡淡的迷人幽香 却说昆仑 对道路并不熟悉 心急之下 却奔上了山巅 前方便已无路 而身后吴欢 率队渐渐追来 不得已 这得回身下马 却定吴欢赞到 果然不愧是光明大将军 为了一个女人 胆敢杀王 这一点 果真远胜于我 可你如今犯了天下公怒 无序我出手 你也活不了多久了 把王妃交给我 我留你条活路如何 昆仑不愿跟他 过多解释 粗声道 我救他乃行事所逼 无需多言 我只问你 如何才能放了他 吴欢漫不经心地 看向那身后道 从这里跳下去 他活 你死 如此可公平 昆仑转头 看向清城道 你起好自珍惜 好好地活下去吧 言霸急转身 飞身一跃而下 深醉的山峰 瞬间便吞噬了他的身体 云雾迷离 有哪里看得见 他半点踪迹 昆仑天生异禀 自有便能飞逃 自山峰跌落 却无损伤 于是慢慢寻路返回 终于在上次分别处 与主人重逢 可这时 光明早被部下所遗弃 没人愿意跟随一位失望者 即便光明再三解释 却无人相信 皇城次王之举 早已传遍天下 若不是昆仑即使赶回 光明恐早已掉死于此了 大将军 要回头盔铠甲后 重新穿戴整齐 慢慢地恢复了往昔的气 似乎只有穿上了这身行头后 才能找到当日的自信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命令 杀了王 光明气愤地说道 听说你为了救一个女人 才那么做的 对吗 昆仑摇头不打 实际上 在那一刻 到底是为了天下大义 还是为了看不得王妃 那伤心欲绝的眼神 或是出于维护正义的本心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光明调整停档后 想了以后道 你再回王宫 去把王妃给我带来 我到而见一下 到底是什么人 能让吴欢率队逼宫 宫殿之内 清城被关在一所 由黄金编制的牢笼之内 吴欢为他感知了一件 洁白的羽衣 仿佛他已经成为 自己豢养的一只金丝雀 正午万来俱居 一根红丝 自龙顶顺下 随即出现了昆仑的身影 他将绳索 绑附于清城腰间 扶而双臂 用力将它缓缓拉起 那银白色胶躯 穿过牢笼 在红丝的牵影下 飞上了天雨 自由的风划过耳边 便如情人的手 轻轻地拨弄着 它额前秀发 清城闭上了双眼 享受着 这短暂的跨影 就这样 他们一起奔过原野 越过高山 曾经隆重的雀儿 如今静静地享受着 翱翔之冷 很快 宫殿将清城 带到了光明面前 终于再一次 看到了盔甲的主人 清城的内心无比激动 他急冲冲地 扑入那个 可以为自己 而死之人的怀中 兴奋地接下了那张 金黄色面具 面具下的真容 浮现眼前 你就是光明大将军 清城 清土双唇问道 光明微微一笑道 当然 若不然 还能有谁 配得上这身铠甲 一边说 一边将美女搂得 更加紧了 清城温柔地 看着光明道 你跳牙签的那句话 能对我再说一次吗 我每天都会回味 无数别 为了那句话 我愿意为你奉上一切 光明咳嗽了一声 手指昆仑 岔开了话题道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我的奴隶 只听我一个人的 这小子跑得很快 像飞一样 清城将脸 贴在光明的胸膛上道 是你让他救我的对吧 你带我真好 一对男女 互相搂抱着 走入湖边的屋中 床上铺着白色的丝背 光滑而柔软 金黄的盔甲 早已跌落在床边 一声声交喘 自屋中传出 在湖中荡漾 不知不觉间 夜已深了 昆仑一个人独坐临终 离那座木屋老远 他不想打扰主人的快乐 突然 一道黑影飘到了身前 又是那个可怕的黑袍杀手 昆仑心下一领道 你非杀我主人不可吗 那人道 我不杀你们 我就得死 虽然你我同族 可性命伟大 你也莫要怪我心狠 昆仑不解道 你说咱们都是雪国人 可我对家族却一无所知 你能把我的声势告诉我吗 如此 也让我死得安心 黑衣人似乎不愿回忆过去 表情极为痛苦道 咱们族人 如今只剩下咱们两个了 你若真想知道 便跟我来 安安直向北行去 不疑是 你来到一座冰谷之内 撕下一片雪白 黑衣人定足道 从这里进去 便是雪国 如今此地 早已不生一人 村口于梁树中 有一面神境 可依然当日景象 二人行至树前 打开封印 国剑镜中 人影晃动 正中央 却显出 无欢公爵的身影来 黑衣人黯然道 十六年前 无欢率 北京大军 突袭了雪光 我族众人 尽在他屠刀之下 无欢至我等 善于纵横奔月 当下提出 预选一人 做他杀手 披扰黑袍 将永生为奴 若敢变心 则黑袍落 人相亡 我族之人 崇尚自由快乐 自由到老 无拘无束 怎可受他奴业 我眼见 亲人悉数被杀 伤心恐惧之下 进而打允 从此便丧失了自我 心中只剩下 那把屠刀 除了杀人 便无二事 直到我遇到了你 便勾起了 我心中的苦痛 昆仑 我也有苦衷 我也是迫不得已 你说是不是 昆仑的脸色 早已涨红 他的心血在燃烧 怒气在争腾 埋藏在心底 多年的激愤 猛地爆发了出来 看向蹲梭在地的黑衣人道 黑袍 当日敌强我说 你无法救族人脱险 我不怪你 为活性命 卖身为奴 我也不怪你 可你如今 明知你我血缘相连 却还欲出手自我相残 物资没有半点血性 着实令我不耻 你走吧 既然我已认踪 那么族人之仇 当由我报之 若成 则足可未接 血亲们的在天之灵 若不成 无非一死 当自追随族人于地下 黑人早已修得 无地自容 多年以来 困扰自己的难题 如今 终于得到了答案 他缓缓地脱下了黑袍 面容瞬间 显得衰老了许多 用尽最后一点心理道 昆仑 穿上黑袍 你便会获得力量 如此尚有一线之际 只是到了那时 他便成为了你的主人 奴隶又怎能是主 我便是一直困在这局里 你可懂了吗 一阵黑烟飘过 黑衣人的身体慢慢淡去 终于化作于无形 水边的木屋 依旧宁静 连日的欢愉 让光明略显疲惫 这时 忽悠往日部下 前来禀报 日前 无欢欺王之事败冷 部队发生滑变 已将叛贼擒获 恳请大将军回归 主持朝政 光明大喜 望向清城道 我这就去替你出气 皇城之内 无欢倒剪双臂 反掉于空中 光明大步而来 正自得意 突然 半宫中绳索一斗 自中间断开 无欢早已飘然而下 挥手之间 宁手下将光明擒了 朝堂至上 百官举刀 无欢为了名正言顺 篡夺皇位 却假作恭允道 我朝自太祖开国 向行正义 今日恭审 只请在座大夫 共同判决 本决秉恭处理 绝无私信 他言语略微顿了一顿 指向清城继续道 光明 我且问你 那是皇城之中 你是不是为了这个女人 而飞剑刺杀了先王 光明眼见清城望向了自己 那句不是 又怎说的出口 正错恶解 胡听门外有人说道 杀王的人是我 但见昆仑 身披将军之甲 手持黑袍 大踏步而入 众人自恃不信 可昆仑却将前一后果详细到处 便在阵阵唏嘘声中 京城一走到昆仑面前道 想不到 就我之人竟然是你 那时 你我身临悬崖绝境 你却对我说 若死 你我便同父皇权 这句话 你且再说给我听听 昆仑却摇手道 我那时对你并未产生情愫 又为何要与你同生共死 我既救你 并要有始有终 我跟你说的却是 你且好自珍惜 好好地活下去吧 此言一出 京城顿时面色大变 他本想以此来揭开昆仑的谎言 没想到这些天 与自己真心相爱的大将军 却是骗子 可自己 却已然爱上了他 光明也同样深爱着自己 否则 他为何宁肯背负杀头之罪 也不说出实情呢 可眼前这个男人 才是救我之人 我本该爱他才对 他为什么不早说呢 沟内一片哗然 事情已然水落石出 几大士族写伤之后 决定此事 当由光明无欢自行解决 最后不论谁胜谁败 只去杀掉昆仑 清城谢罪 最后尽早另立新王 稳定天下即可 功门已逼 昆仑与清城 背负了双手 捆于树旁 阿妩欢和光明 去各持兵刃 怒目而逝 宿年积院 在这一刻爆发了 两个人 犹如两条恶狼一般 冲杀上前 杀了对方 自己变个获得一切 全力撞击之下 两把兵刃 早已断做了数捷 说来也巧 其中一片短刃 刚刚划过 吊着昆仑的绳索 绳一断 望着眼前 两个如风似颠的男人 昆仑缓缓 走到黑袍之侧 这时 他以心肩如铁 黑袍披身 他的眼光 变得如刀一般锐利 吴欢与光明的剑法 他早已看得清清楚楚 便在此时 光明已将绳索 套上了吴欢的脖颈 而吴欢 去也将利刃 抵在了青城的警戒 到底谁先死 便在顷刻绝处 忽听光明探道 你我同时放手吧 队长觉得 算作平手如何 吴欢已勒得 说不出话来 急忙点了点头 就当二人同时 放手的一刻 光明猛地一拉 将吴欢的身体拽起 拖到了身前 鸣笑道 自古以来 兵不厌诈 你还太 突然 光明的话音 顿了下来 一把刀 毅然插在了 他的心口 吴欢的身上 又怎能只有 那一把杀人的武器呢 到底是谁 在教导谁 望着光明临死拳 双眼躺下的 两行伤心之泪 吴欢胆了胆衣袖 起身道 昆仑 把尸体处理干净 将王妃带到我府中 如今 昆仑既然穿上了黑衣 自然便成为 他的奴隶 这亘古不变的契约 让他放心地 释放着命令 某然间 轻盲一闪 一把尖刀 已经戳中了 吴欢的心脏 端得是奇快无比 一击毙命 吴欢致死都不能相信 自己的奴隶 竟敢施主 难道他不怕 受到诅咒吗 不怕身体化作 非灰吗 吴欢永远 也不会得到答案了 昆仑已经解开了 青城的绑绳 黑袍抖动之下 犹如一只苍蝇 携着青城 翱翔于天际 你要带我去哪儿 见昆仑不达 于是青城继续道 我说个故事 给你好不好 在我小的时候 不小心把吃的 掉进了河里 这时有一个 漂亮的阿姨 扶了出来 把吃的还给了我 并问我 以后要爱情 还是要吃好的 穿好的 我那时哪里 懂得爱情是什么 当然选了后者 可那女子又对我 说了很多 听不懂的话 最后说我 什么都能获得 唯一无法得到真爱 即便拥有了 也只有短暂的一刻 她说的就是 你为了我 跳牙的那一刻 对吗 她说 这就叫无极 没人能逃得过 无极 所造下的宿命 光明逃不开 无欢躲不了 你我 也必然轮回其中 听其安排 昆仑文言后却道 你想的越多 便被无极困扰的欲众 黑袍胆小惜命 于是便会心生无极 假借奴隶护主之名 而掩盖其懦弱之事 无欢心徒王位 于是无极扰心 去假借倾慕王妃之名 而掩盖其贪图之语 光明沉溺于权力 与美色之中 身见无极而不能自拔 到的头来 只剩得一场空梦 而我族人惨死 血海仇深 去当必报 我心中只存此一念 是否已奴侍主 改变无极 早已不重要了 你刚刚问我该去哪里 我的回答依旧如故 你起好自珍视 好好地活下去吧 全篇完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经典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